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清华大学的食堂便宜 然后说办一个卡怎么办 然后大家都骑轻车跑清华食堂吃饭 所以学生还是真不错的 资讯交流迅速 但是实际上最近高教 我想有一个您感兴趣的 香港出了一个神童 9岁的沈时军 咱们看看他的照片 这神童在英国 说是一年半的时间通过多少项英国会考高考的成绩 还参加就是那种什么奥林匹克数学 反正是得到的成绩极其优异 就这孩子上进会大学 最年轻的大学生 看起来挺快的 入读这个学校的理学院数学系 咱们再看下一张 你看这他的家里人跟他一块 再看下一张 哎呦这孩子这镜头围绕着 是香港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大学生了 然后你再看下一张 9岁 这也是最近孩子的新闻 这位父亲和他的女儿从海南场马拉松跑到北京 8岁的女孩 跑了50几天 台湾也播了这个新闻 大家都在拍手 真不容易 在拍手 不是一路上还有人给他父亲提意见的 什么运动体育 科学家还说说这对孩子身体好不好啊 的确是也是有很多不同的 这说对孩子来讲 他是不是太压抑 好像每天还要踢腿400次是吧 还用踢腿吗 要踢腿 因为他要训辩 这个孩子的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 他到北京到北京以后做的是体检 就是医生的建议是他应该休息 他好像怕父亲还想他再再往往前跑 还往前跑 所以这两个心呢不太一样 我个人认为 前一个心呢是确实就是人是天然有差异的 所以好像通常说有1%到3%的智商特别高的儿童 所谓叫操场儿童或者天才儿童 这种人呢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奇迹 就是说是不可复制的 但我觉得第二个家长呢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造的童心 就是打造出来的一个未来之心 叫炒作 想方说法的有人叫做逼子成才 逼子成才 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故事多少是有些负面的 因为这种宣传会使得更多的家长 不择手段的把子女作为自己这个成名的工具 因为我们已经听到过这样子的消息 三岁的小孩原来只是背唐诗啊 练一千个俯卧身 拿大顶 就做各种各样他力所不及的事 然后去炫耀 去展示 我觉得把小孩做成作为一个大人的一个名利的一个工具 这个是很很可悲的 就是这个望子成龙 我看台湾人这方面也厉害 其实是 现在有很多的人家长都说 就那一句名言嘛 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上 你将来你怎么跟人家竞争 所以从小的时候 最好你是你会开始会讲话了 我就要开始教你双语了 然后就要学英文了 对不对 然后爸爸妈妈就请了那个飞庸啊什么 就开始要 那个飞庸讲的英文 其实是有一个枪的 你知道但是他就是 飞枪 飞枪 但是你就是学的那个 Thank you ma'am 这样子 谢谢 谢谢夫人 Thank you ma'am Thank you ma'am 对对对 非用是怎么说 他就是这样 但小孩就是从小要学双语 然后只要开始小手稍微够长了 开始先练小电子琴 然后就小提琴 然后那个刻牌的 现在基本上连三岁的小孩 他都要学拼图的颜色 就是拼图不是小孩都喜欢拼吗 拼图怎么拼才能拼出一个大气的花 才是有创意的花 这个都要上课交钱 而且一个月一万多块 你知道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 所谓的天价幼儿园 天价幼儿园 要交十多万 十多万 对在天津 在南方都出现 号称十岁以前 把孩子培养成什么什么 我个人认为 完全不可信 基本上是一种商业操作 不可信吗 不可信 因为刚才讲到 真正的那个神童 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迹 是不可复制的 真正的神童是不可复制的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人群当中 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的人 对对对 那对这些人来说 你这个统一的按部就班的教育 是不是扼杀他呢 对这些人是应该有特殊的教育 实际上教育呢 除了大多数人以外 有两类人群 一个就是弱智的少年 一个就是操场的儿童 这两个人 都是要用特殊的办法来对待的 但是确实呢 我们现在的大一统的家育呢 忽视了这个操场少年 但是呢 在我们现在这个独生之女的环境下 望子成龙的心的太妾 所以大多数的教掌 都把自己的平常儿童的 误认为是操场儿童 谁都觉得自己还 哎呦 这是那个郑眼夫说的很对 他说过去家里四五个孩子 家长已经经过一轮自然选择 就知道老二最聪明 能上大学 或者老三最聪明 用老百姓的话 说这样 一龙鸡有一只能叫就行了 对对对 家里就 有一只能叫就行 这样不行 这一个鸡都得叫 他就非得叫不可 没错 这个确实是 你像我在身边朋友那 我感觉到 要照他们的说法 每个父亲跟我来 都没别的聊的 哎呦 我的孩子 你说他怎么这么懂事呢 跟他妈妈说话就跟小绅士一样 真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或者说他怎么就会画画 他画的那个东西跟那个什么毕加索的都一样 我后来发现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家孩子是天之教子 是神统吧 那个 然后呢 就把我们这个早期教育呢 变成了个提早教育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本来把五岁应该学的事情 让三岁的小孩去做 八岁应该学的东西 让五岁的小孩去学 所以 所以这样子制造出来一批好像很聪明的小孩 实际上他代价是非常大的 其实他的资历并不特别聪明 只是他比别人早学了几年 早点吸收了 这是强迫性的教育 然后他牺牲了他的健康 对 同年 游戏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最可怜的是他没有童年 对 像我们小时候 像我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 我们去 因为妈妈爸爸是教农业学校的 两个人都是老师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田梗上跑 然后看到各式各样的那种小动物 现在不是 现在小孩不准光着脚在地上走 对不对 因为怕细菌 怕玻璃 现在在我们的很多小学 所以规定客间不许跑动 怕磕了碰了也出现摄像山 不许显化 过度的保护 这很可怜 而且你现在教育孩子 我就觉得将来的什么非典 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免疫力了 我们家亲戚就是这样 这孩子连门把手都不让他摸 那会因为有细菌 就成了结皮 有细菌 这个东西吃的 我们吃的饭 孩子都不吃 但是实际上孩子吃什么 就吃肯德基 我说顿顿饭都吃肯德基麦当劳 那完蛋了 那完蛋了 真的完蛋了 然后呢 垃圾食物 什么都不能接触 回了家要换身衣服 感觉外界就像是一个细菌的一个环境 我说你这孩子将来这能抵抗什么病菌呢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是孩子自己本身的问题 就爸爸妈妈也受病了 你知道他自己每天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这未来怎么办呢 这个家长对孩子完全是个错误的教育 尤其是他的饮食 确实完全是一个垃圾食品 对 太不得法了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了 你像你刚才讲这个问题 香港也有一个母亲讲 说他11岁的儿子 他反倒认为 说政府没有及时给我这特殊孩子提供教育机会 为什么呢 我这孩子智商135 说从小这么聪明 但是呢 因为政府没有给这个特殊天才的一个培养计划 所以使得他呢就混同于一般学生 所以到现在呢 天才我也看不出来了 那你对这个又怎么 对 这个天才教育呢 是刚才讲的是一种特殊教育 是应该重视的 全世界呢 各个国家也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件事情 中国呢 从80年代开始 搞了那个科大少年班以后呢 这个热情也一直很高 但是呢 但是呢 对天才儿童如何教育是更为得法的 这还是要需要研究 科大少年班算成功吗 科大少年班 我这个说的可能有些人不爱听 当然你从总量上来看的话 绝大多数人都成为教授啊 学者了 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 一个人在20岁成为教授 跟25岁成为教授 有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在不在乎 这个牛顿是18岁发明的 还是20岁发明的 就是你早两年达到一定的成就 当了教授 是不是特别重要的了不起的成就啊 就他究竟今后 是否真的能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 做出创造性的成就 这才是一个标志啊 你现在光说他 18岁读大学了 什么20岁拿博士了 这个不注意 不是一个特别的标准 最后就落了个现在的时代潮流嘛 出名要趁早嘛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个开学啊 我去查查这个教育 看了很多文章啊 我觉得现在中国一谈起教育啊 好像有一种焦虑 焦灼的一种情绪 反正哪哪都不对 就说这个教育也不对 但是您说怎么对 好像也没有个所以然 你在台湾有没有感到这种焦灼 台湾的焦灼跟混乱 其实不是太一般的啊 因为我们从一个开始 就是比如说政府就是领导的机构开始 他对教育的那个尺度 还有他的标准就不断在放松 像今年的大学联考 不是18分就可以考上大学吗 所以基本上你根本不用考 你可能到英文字念个就是book 可能拼错两个字 你都可以上 这个标准就这次引起极大的争议 还有就是说 现在的孩子上学 就这种教育的部分 其实对孩子自己本身 他能学到多少 这是一个部分啊 对爸爸妈妈来讲 等于重新再上一次学 每天紧张的孩子 那我问一下 你说他入学的标准那么宽 为什么他还要从三十级开始苦学 所以啊 就是现在很矛盾嘛 对不对 那就是将来 他的好学校还是竞争很激烈 反正只要是个大学 就有人能上了 对不对 但是因为在台湾的现在开始学校 也开始招生嘛 大家都在抢学生嘛 那现在就是入学的比例越放越宽 就变成就是说 你可能原来我们大概要 对 总分要300分 可能你考四科 可能要300分 你才能上得了一所像个样的大学 但是现在四科18分 那你平均一科多少分啊 对不对 你基本上你只要动笔 然后那个考题随便勾 你只要全部都勾一样的答案 你就一定上了 那是因为他的共学关系 已经彻底改变了 已经到了所谓叫普及化的阶段 现在是大家开始焦虑 反而就是这样的教育体制 对台湾的孩子 未来是没有希望的 而且现在的 就是说你现在全部在街上 做一些音简 比如说你问他说这个字怎么拼 或者说谁是谁是哪个曹代的人 然后这三字经的头三个字怎么念 不会 就有很多的是这样的落差 因为他们现在竞争的方式不一样 现在我怎么觉得这个大学生 你跟他聊天啊 他就是对付考试 这是该怎么看 在那个内地呢 教育的主要问题呢 一个是应试教育 就是为考试要进行的教育 一个是折校竞争 从小学开始到初中 对这个折校费 这两件事是教育的主要的弊病 你像折校这方面 你有什么了解 折校这问题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前些年 所谓叫教育产业化这个路线 就是靠学校自己来 给政策 给创收 来弥补教育 经费不足 这个政策呢 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就是允许学校 招收折校生 就是花钱上学 就把那个用金钱换取学额 把它合法化 这事情实际上是很糟糕的 那么关键在于 我们现在高中阶段 它是有规定的 这样折校生 不能超过30% 钱不能超过3万 像北京的话 但是在义务教育呢 它规定不允许折校 但是反而呢 因为不允许折校 它的折校费 什么折校比例 都没有规定了 所以更加 事不及待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 他今年要 一个小孩要上 一个师范大学的重点小学 准备了6万块钱 他问我认不认识 那个小学的校长 这样好像送不进去 走个后门 后来我在办公室 说的就是 办公室的同事说 还要是准备10万块钱 就不用认识校长了 那马上就说 你上个大学才多少钱 学费5000块钱 上个小学要花那么多钱 他为什么一定要择校呢 我的亲戚 我都办过这个事 他确实觉得有差别 你比如说现在说 说我那个亲戚说 我那孩子要是 现在在他那个片那上学 他说那学校 就是个流氓学校 你知道吗 有一种 就是说你就有重点学校 这个差生都集中在这个学校 的确这个里边 小孩打架 骂人就整天 他就是那么一个 没希望的学校 所以折校 折校任务 绝对不能够归至于家长 因为尤其在 读生子女的时代 每个家长都希望 自己的子女 获得好的教育 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 在义务教育阶段 把学校差距搞得太大 就培养了一小批 重点学校 师范学校 锦上添花 那个 然后大多数的普通学校 还有一些垃圾学校 流氓学校 所以正是这个 差距太大的这个格局 迫使家长不得不折校 对啊 所以国家也已经提出了 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的目标 但这个做起来很难 就是 但是是不是上客观上 总会有说这个学校好 升学率高 那个学校差 但是呢 如果按照义务教育法的精神呢 是不允许学校有差距的 因为义务教育法是 国家实行的免费的 强迫的教育 对每个儿童是一视同仁的 不能说我 有些人上好的学校 有些人上差的学校 所以现在在台湾 比如说像是学校 其实比如说像是 你是德文涛 你的孩子 然后就大家会觉得 名人都要挤在一个 名人的明星学校里面 但他就想办法 是把这个孩子签 但现在台湾为了保障这个 就是大家受教育的均等性 所以你是住在这一区 你才能进这一个学校 我就限制你嘛 但是方法人人会 我把我的孩子签到你家 对不对 北京也很多 都是这样 就签户口 买房子 签户口 是 对 你像这个海淀区这边 很多租的 我们知道一个中观生三小 这周围房价就非常高 这是为了那个学区嘛 大家要去那个明星学校嘛 对不对 但现在也开始慢慢改变 我觉得家长的方式 他会思考这个逻辑 这样对孩子是不是很好 因为不断的竞争 对孩子的压力很大 有的时候 每一个天才 其实他的天才的方向 是不一样的 刚刚那个可能 他是数理方面 也有些像是 以前有个片子叫语言 对不对 他就是记忆力超强 白痴天才 他白痴 可是他对所有的记忆 每一个数字过目不忘 台湾现在也有一个小孩 他不爱讲话 自闭症 可是他只要看过的日期 他就一番他就知道 2008年的5月3号 是星期几 他不用翻日历 他就记得很清楚 对不对 他在某方面有个天分 对了 你像说 我不知道您的意思是说 这个应试教育不好呢 还是 是很必要 应试教育当然是不好的 尤其是在 这个义务教育阶段 就是儿童 少年儿童的时候 少年儿童的教育 最重要的 第一是身体健康 第二个人格发展 第三是保护他的 这个学习兴趣啊 好奇心啊 想象力啊 等等 游戏 玩游戏 如果你把他的时间 全部都剥夺了 天天睡眠不足 天天踢海大战 这是这种反教育 就是把他的学习的动机 全部都压抑了 没有兴趣了 所以中国的学生 验学特别严重啊 到了大学也是 差不多有40%左右 就是逃课 验学特别严重 这就是说 包括还有一个 很典型的现象 中国出了很多音乐神童了 但是呢 长大以后 不见不见踪影了 对 什么道理 他不是从兴趣出发的 家长逼着他学的 等到他有选择权的时候 他选择离开 不是从兴趣出发的 这个很重要 对 现在有些家长啊 我觉得是中国社会都是急啊 现在这个急 家长也急 你知道急到出成什么事 最近的新闻 就是摁着孩子吃大便 你知道吗 就是 可能我估计这个父亲呢 也是工作上很多压力 压力 生活也很艰难 然后每天唯一的希望 就是你这个儿子 要能给我考好成绩 然后呢 给他儿子签协议 就说 如果你考不了好成绩 你就吃大便 儿子还在协议上签了名 儿子当时以为 父亲是开玩笑吧 结果没想到 那天真的没考好 这父亲光当端一盘 就大便了 摁着儿子脑袋 就这么吃 这个太惨可了 到最后父子俩都去看心理医生 对 就是说 怎么会搞成这样的呢 所以中国的家长 就我觉得在学习的东西 很多是不大法的 有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一个小孩考了99分 很高兴 给他妈妈报喜 他爸一个儿光 为什么不考100 所以这也太过分了 人逼人的社会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修员 我给你看看 这个壮观的一组照片 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不是开学吗 你知道这是什么 是什么 贫困大学生的家长 不都陪着孩子来了吗 学校就安排这些家长们 就这么打地铺 这个是席子 席子 你再看下一张 你瞧 好壮观 很壮观吧 这都家长吗 这家长 家长从山沟里 乡下 就送孩子来了 了不起 你瞧 这是学校给他们的安排 是不是在体育馆 在体育馆 学校还算贴心了 这个我现在老是觉得 这个贫富差距 是不是个挺根本的东西 不承认也不行 有些你看有钱人 你听他们聊天 我最后就感慨 你们就是有钱的 比如说说 我不想我的孩子 要上美国学习 但是同时他也要上 学中国文化 我把他送到哪个贵族学校 那个是专门教国学的 我再把他送到哪里去上学 而且你在同一个大学里 说实在的 现在当然是我们资助这个贫困生 但是实际上 就像你现在说的 择校或者家长 你有钱 总是可以为孩子投入的 这个会不会带来 人的将来成长的不平等 这个就是教育关注的 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其实因为教育平等 是社会公平的一个基础 教育它本来有个功能 就是可以帮助 那个弱势形体 改变命运 但是如果你教育不公平的话 那就是教育 如果成为制造阶层差距的一个工具 的话就麻烦了 那我们现在的这种重点学校制度 它就正在扮演这个角色 就是好的家庭的学生 他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上了好学校 弱势家庭的学生 就越来越上学越来越困难 那不要重点学校 但是对于现在的继承事实 你能怎么办 这个就在义务教育阶段 刚才讲的应该这个概念很明确 就是取消学校差距 一视同仁 要均衡化 但是高中教育 它是非义务教育 是可以有竞争性 有选择性的 但是它应该通过公办学校 和民办学校 就公办学校 还是应该强调它的公益性 你有钱可以上民办学校 但中国现在的好学校 都是公办学校 这个问题在这 而且有些民办学校 我看还是公办学校 它在外边自己又办一个 那是一个最坏的情况 这我们叫做 叫做民校办民校 就是民牌学校办民办学校 这个民办学校实际上是叫假民办 它就用这个方法来 主要是用挣钱 这就是民牌的副牌吗 很多有国际的品牌 都是这样经营的 但是它是公办学校 然后它来办民办学校 公办学校举办的民办学校 因为这是全世界是没有的 我现在觉得 其实真的要上课的是 要教育爸爸妈妈 他们不要把孩子 往这条路上逼 然后也让他们知道 其实像欧美的孩子们 现在台湾 我觉得也有这个趋势 就很好 它让孩子在一个 自然的环境当下 认为考试不是一个 绝对的分数 可以决定 你是不是在社会上强势 因为你有的时候进学校 你是民校里面 仍然会有很多的 霸凌的事件发生 比如说 我家有钱 我就欺负你 你比我穷一点 虽然你功课好 可是我家有司机 我也有什么什么 然后我可以问老师说 老师 我那个下午 我跟你说 到我家来补一堂席 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过了什么 但是那个 真正回归举起 念书的孩子 他在学校里 虽然我进入这个学校 可是我还是觉得 我不如人 然后我念书 是没有什么方法 这些鼓励是 上一些像森林小学 你就玩 开心 森林小学 接受到森林小学 原来还没听说过 这很好吗 就这种 实际上就是一种 所谓叫自然教育 让孩子在尽可能自然教育